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非常好的游戏 这次挑战的玩家是龙四 咱们的一位铁钩船长 原版已经不能满足于大家的需求了 很多时候觉得原版太简单 所以说现在 这个变态版 无双版 这些版本呢 就作为咱们现在的主流版本了 进了很多主要的输出手段 那么现在的打法呢 主要是以暴摔 后前拳为主 因为这两个技能呢 可以快速的将敌人打倒 从而去踩他的身体 玩家用的这个角色呢 叫欧罗飞 好像就叫欧罗飞了 哦 罗飞欧 罗飞欧 他是以双刀为主要武器 也不能说双刀了 就两把小匕首 攻击距离非常的近 你必须要和敌人很近很近 才能打得到人 过去啊 我们对这个角色都是没爱的 不喜欢这个角色 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小孩 和主子 这次挑战可以说是一次自杀式的挑战 成功几率很低啊 很低很低 如果这次能挑战成功 那我们可以说是一次 载入史册的挑战 目前为止他是第一个挑战这个项目 这个马蜂窝扔好了的话 可以给敌人造成一次大伤害 但是刚才没有必要啊 前面还有马蜂窝 前面的话他应该给大家展示一波啊 并且伤害 阿 这里应该可以使用这个马蜂窝啊 等一会啊 再把暴速体量再减一减 可以直接将他秒杀 这一下子伤害大概能打一管血左右 一管血 看到没有 这伤害爆表吧 这应该算是游戏当中的一个bug 近距离 把马蜂窝扔出之后 可以在暴速身上弹很多下啊 在一秒钟的时间 大概能弹个上几十下 这个伤害一叠加 就能打出刚才的效果 这个玩家龙四啊 确实很厉害啊 走位思路 以及对游戏的理解 都是相当到位的 好 来到boss战 boss应该是两个啊 这个你就不要想了 无双版 一般情况下 这boss都是两个 上去打的比较顺利 boss血量已经剩下一半了 加油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赞啊 多点赞支持 大家也多给我们的这个玩家加加油 这个能成功的话 也算是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 这个比冰一多啊 这个场面就乱了 如果好心晰呀 我看到没有 他并没有着急去打boss 而是选择了狗的 好的漂亮了过了 打的好啊打的好 现实玩的好 这关有很多的海盗啊 大家就知道这个海盗他的攻击离很远 而且他喜欢后撤步 就是你去打他的时候他会后撤 然后用他的 很有优势的距离优势的武器来打你 多玩这个版本可以断可以撞胆 你像过去我们看到一些boss都会觉得很害怕 在这个版本当中看到boss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很常见 就是多玩这种版本啊可以给自己撞胆 很常见 嘞 好 不是 勒 aimed 一辈子 好 宝珠来了 也来了 大家注意看啊 这边是女海盗啊 当时这个女海盗 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铁钩圈呢 当时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日版 一个是美版 在美版当中呢 是没有女海盗的 没有任何的女性角色 那么在美日版当中呢 就有这个女海盗 主boss 真正的出场了 刚才那只是一个 开场 这才是真正的出场 我们小时候玩的 多数的游戏 都是美版 所以基本上看不到 这个女性的敌人 打得过关了啊 其实当时玩铁钩的时候 我就觉得第三关的boss应该就 还做三个男海盗 就有点重复性太高了 因为最后一关的boss 就是男海盗 然后路上还会出现 很多的这种男海盗 海盗 海盗头子 然后第三关的boss呢 再做一次海盗 就有点 感觉有点多余了 最后呢 我才知道 这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当时呢 这个游戏发行到 美国 他们那边呢 正在 比如说什么 女拳运动了 什么的啊 就是 富女拳嘛 比如说当时啊 就有一个游戏 快打旋风 大家都玩过吧 快打旋风这个游戏 当时发生到美国之后呢 游戏当中那个 穿个高跟鞋 那个 那个角色 当时就是说 这个游戏里面 有殴打女性的 这个咸鱼 所以后来的游戏 没版 基本上都不敢 有一个女性的角色 就是在这个 在在这个 他们当时的 特殊时期的时候 这些游戏 都没有做出 女性的角色 这也就是 为什么铁钢专长的 美版 在第三关 看不到 李海盗的原因 感恩 他拥的 财猫 在哪里 财猫 你 财猫 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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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一下挺疼的 被这个海盗揪住 一个近身半管血没了 很恐怖 不过没关系 在这个版本当中 这种最小的血量 比如说这个糖果 还有樱桃 都可以直接让玩家一口加满 我觉得这个血量加的是 理嘴应当的 因为难度这么高 光增加敌人的数量 和敌人的AA 那不太公平 比如说凭我们的玩家呢 也是要有一些福利的 感谢观看 那关BOSS不好打,这关BOSS是两个那个兽皮红 他每次落地都会召唤这个兵 赶紧吃血 还有两个糖果 这可以加粮管血 这个压力真的好大 打他一个都觉得很难了,然后再伴随着这个南海盗 压力好大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朋友们,最可怕的就是 当你被敌人夹击的时候,你只能走位 你只能走位 起球别被连击 因为 玩家不能放血沙 不能放宝库 你如果一旦被敌人包围起来被连的话 头都抬不起来 加油啊 加油啊,BOSS要有四分之一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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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在吃了血啊,刚才没吃血的话,一下就秒了 太精巧了 看这个敌人的智商好高啊 从这个南海盗就能看出来啊,你去近身抓他,他会跳 跳落地 你如果还在他身边,你会被他抓住 被他的这个钩子抓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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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出关 哇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这波打的确实很有水准 真的能看出一些东西来啊,这个玩家的这个 这游戏的理解 没看这些东西 掌声鼓励一下 可以看这个女海盗的动作 跟那个彼得主角彼得 他那动作很像 他也是把武器扛在肩上 动作很像 这个呢 是游戏的倒数第二关 这关的难度也是相当高 如果是我上场了 我感觉我现在头皮都发麻 看到这么多的敌人 我小时候在游戏玩这个游戏 玩的次数很少 我玩的最多的基本上都是什么 鸣匠啊 恐龙啊 三国志这些 这是我玩的最多的 我很少会去把币放在这些游戏上 所以现在即便让我打原版 我可能都不行 原版我都不行 所以我这样的水平 看到这样子阵容 有点害怕 不是有点害怕 是非常的害怕 不知道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这是两个啊 不是一个 这一个就简单了 这家伙确实厉害啊 确实厉害啊 一把双刀这个角色玩的出神啊 其实这个角色也并不是没有优势啊 他的优势在于他的移动速度很快 出高速度很快 攻击距离很短 跟队长大概一个是一个毛运 一个缺陷 跟名将的队长 一个缺陷 同样都是假的 没办法 加油 马上就过了 好 打死一个 还有一个 加油 好的 过关啊 最后一关了 乖旁门 铁钢船长 无双版三进 已经来到最后一关 加油 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来了 第一位啊 铁钢船长三进一命通关的就要出炉了 这种 这种头上带头 头筋的这个家伙啊 你扔他 他不会倒地的 他会翻个跟头又站起来了 他会负金 对 毫不 我扔他 他会派 我扔他 好 这巨人很耐打的 这边应该是直接冲到底 把别人一次引出来 不然一会出来一个一会出来一个很烦的 这个胖子还有南海盗 拿木棒那个巨人他们都会近身抓头 近人抓人 又是一下额直接打脸了 又打脸了 很容易被这个家伙抓住 因为不能跳的原因 不能跳的原因 他抓人判定很强 好在这个家伙血量不够 这里是难点啊 这里要伴随这一大堆的巨人 这个穿黄衣服的他是主将啊 他是主将周边的都是副将副将死了 会再刷新 什么时候把主将干翻 就不再刷新了 这应该是咱们这个游戏的最精彩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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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关的boss战非常的刺激 他会把所有的游戏当中 所有的boss集合在一起 一关二关三关四关五关六关 全部集合在一起 那场面相当热闹 一关三关三关 他的这个厨子挂了 为什么这个机会在他身上不停的跳 好惨 这家伙太惨了 好最后一关boss战来了 要快速打 趁第二个boss没出来之前 先把这个boss干掉 来了 全部boss聚齐 没有一个无双版的版本会在最后一关把所有的boss聚在一起 再会发展 气筒船长而之处 后来 这也是这个版本的一大亮点 这个感觉呢才有代入感 是吧在最后啊 来个 EVN 大决战 这走位没话说了 叫不是搬的走 哎呦小心啊我差点被秒 好在血量还是半关以上,半关以下的话直接被秒 还剩两个 加油 最后一个啊,加油 好的,恭喜我们的龙4 挑战铁钩船长 无双版三进 一命通关 这真的是一次非常震撼的这个挑战 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我们龙4的精彩表演 谢谢大家的支持,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个赞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白了个白